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tandip 500是上涨了9点 收在几乎1400点 这也是4月10号以后 Standip 500又重新站上了1400点 今天影响股市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一个就是今天公布的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下降了1000人 但是这是比预期的要少 所以市场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按照劳工部过去四个星期的平均数字 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其实还增加了6250个人到381750个人 这是自1月以来最高的一个数字 根据路透社的预测的话 应该是只有375000人 所以今天这个数字 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增加到388000人 其实是一个比预期要糟糕的一个就业数字 那么另外有一个旧物的销售增加了4.1% 这个数字是两年以来最高的一个数字 那么这个数字对市场是发挥了一个 比较正面的一个作用 目前我们认为未来两到三个星期的 三大指数走向 应该都是属于慢慢向上 继续上涨的一个上升趋势 虽然Standip 500处于neutral 横向整理的趋势 但是因为NASDAQ跟DAO都是处于向上上涨的趋势 所以我们认为整个Market应该在未来 还是属于一个向上涨的趋势 那么所以5月份的Sale in May 是不是会发生 目前看起来它的概率可能低于 过去几年的平均概率 所以这是我们提醒投资人 如果TimingMarket的话 要特别小心 它Sale in May的现象不见得会发生 今天的盘后 Starbucks公布了盈余 它预测是39分一股 出来是40分一股 但是股票跌了2块 跌到58块 黄金价格上涨16块到1658块 我们认为目前市场的基本面支撑蛮强劲的 到目前为止 第一季的盈余公布了 在Standip 500的500家钢数当中 有150家已经公布了 里面有75%的公司都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 所以在证明经济是有再缓慢的复苏 这对整个股票的基本面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力的支撑 另外呢 昨天联储会的声明强调如果一旦经济发生疲弱的话 联储会将会进场来帮助经济的复苏 从另一方面解读 也就是联储会在根本上还没有完全放弃QE3的计划 所以市场在今天开高走高 这是目前市场的气氛 就是让听众朋友们能够了解一下 好 今天我就介绍到这里 我是Peroa Capital Management的Richard Wang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您打电话给我 我会非常乐意的跟您约一个时间 给您做一个比较具体的咨询和建议 谢谢大家 晚安 Richard Wang联络电话408-838-0576 408-838-0576 大家晚安 我是周乐 首先介绍我们这个单元的嘉宾 她是Bay Home Financial 还有Comfort Home的BrokerMichelle Wang 欢迎Michelle 谢谢周乐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们今天有讲到好多好多的主题 主要是围绕着现在的房贷的利息 还有2012年以后的房贷的利息的一个projection 如果有时间touch到是最好的 我们现在是4月初 先看一下2012年 这个变化非常多端的 这一年的第一季的Mortgage的走势 那这个房贷的利息呢 事实上Benchmark就是十年的公债的回收率 没错 那在过去的三个月中间 是怎么样一个走法呢 好的 我现在有张图呢 这张图表现的是 第一季度十年公债回收率的走向 哦 OK 十年公债回收率呢 非常重要在Mortgage利率中 因为十年公债回收率呢 跟Mortgage利率密切相关 十年公债回收率走高 Mortgage利率走高 反之呢也是这样的 好不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在图在2月1号的时候 我们的Mortgage利率达到最低一点 是一点 十年公债回收率呢 达到最低点是1.8% 那我们的利率呢 也是非常低那时候 30年呢那时候 大概是3.75 Confirming 然后15年C Confirming呢 大概是3.125 嗯 对 OK 所以这个就是两个箭头指的 第一个箭头的那个低点的地方 那个是个低点 下一个箭头指的是2月3号 2月3号呢是峰回入转 然后呢Mortgage利率呢 从低点开始往上高攀 为什么呢 因为在2月3号这一天呢 股市呢达到了一个新高 NASDAQ创下了2000年12月以来的最高点 同时Dow Jones呢 也创下了2008年5月份的最高点 然后Mortgage利息呢攀升的非常厉害 嗯 就是说这个钱从公债的市场回到股市了 是这样 所以公债的价钱就低 那它的利息就高起来了 Exactly 说的没错 对那第二个箭头是什么意思呢 第二个箭头呢就在3月13号 然后银行呢通过了联邦政府的Stress Test 什么叫做Stress Test Good Question Stress Test这样的 是在金融风暴以后呢 联邦政府呢给各大银行呢 就是设置了一个Test 然后Test个银行呢比如说的储备能力 应变能力等于是一个Big Audit 做一个审计 然后在3月13号呢 各个大银行呢基本都通过了这个审计 只有四家没通过 哦 这个 是这样 是这样 这样的通过审计之后呢 对贷款利率是什么影响呢 现在银行呢不需要把钱继续保持在公债市场了 他可以把钱呢用作发奖金投资投资到股票市场 这种情况呢股票市场呢就会上升 怪不得像今年的第一个quarter里面股市啊 Dow Jones上涨了8% 然后S&P500也是差不多8% NAS上涨了18% 好像一年的涨幅都发生在第一进度 Exactly 怪不得Mortgage的市场变化这么多 是然后的话大概在3月15号的时候呢 Dow Jones突破了13200点 所以呢是非常非常高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看来呢 在3月中的时候Mortgage利率呢非常高 当时肯FORMING30年呢都已经很难做到3.875了 哦原来是这样子 然后呢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呢 3月19号之后呢 Mortgage利率呢也逐渐往下走了一点 但是我们知道呢利率呢都是像潮水一样波浪似的 对像潮水一样 然后是起伏式的 在我们在高点的时候当然不要锁了 但在低点呢还可以锁 然后我预计呢下一个呢高点马上就要来到了 哦那现在的话有人要做refinance的人该怎么办吗 下一个现在做refinance呢 一定就说先把文件呢一定要准备好 哦像比如说今天来讲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我来举个例子好不好 好好 像我有一客人呢他的 他要做个肯复明30年的loan 然后他的那个信用并不是特别好 不是说740分 然后他的loan to value呢也超过75% 这种贷款呢其实是蛮难贷的 但是今天早晨利息还是很低的时候呢 我就帮他锁了一个3.875 我们等这个利息呢等了将近有大半个月 所以呢等到了 OK所以这个人他的paperwork如果没有统统弄好的话 即使利息低了他也catch不到 非常难非常难 所以的话因为这个客人准备好了之后呢 我就帮他拿了个非常好的利息 最dramatic最有意思的是呢 经过刚刚说的利息之后 今天的利息大涨 哦 大涨 哦真是好 3.875 像3.875呢几乎就是不再来了 就几乎要等一段时间没有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就说下一步的高点 今天高点呢其实今天就到了 因为今天是星期二 我们这个节目是预录的 对对对我们在礼拜二预录的时候 今天的利息当天就变化多端 本来低然后又高了起来 是变化很多 那我们既然讲到这个地方 Michelle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到底听到这个高低 现在的利息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好的那我今天给大家呢 就讲一下今天的贷款利息好不好 好 肯佛敏 肯佛敏四十一万七 五年二点五 七年二点八七五 十五年三点二五 三十年三点八七五 江波肯佛敏四十一万七到六十二万五千五 五年二点七五 七年三点二五 十五年三点二五 三十年四 像这个这个利息今天早晨还可以做到三点八七五 但是呢到下午已经变成四了 瞬息万变 是的 是的 然后南肯佛敏就是大额贷款 大额贷款超过六十二万五千五以上贷款 五年三点一二五 三年三点三七五 十五年三点七五 三十年四点七五 哦 原来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现在面临的市场 可能房贷的利息要高 可能是会先来临 那么当然在大选年的的时候 大家都希望政府有一连串刺激房地产 市场的这些措施 同时呢也要搭配的比较低的利息 才能够帮助到相辅相成 让房地产也好 房贷的利息也好 当然 利息的降低呢 对于房地产市场一定是一个刺激 我们湾区的房地产市场如此的hot 现在那当然跟我们现在低利息的时代是非常相关的 好 那我们再度介绍一下 那我们今天在上半场访问的这位嘉宾呢 他是Bay Home Financial 还有Comfort Home的Broker 您有私人律师 但是您有私人专业房地产 及贷款的经纪人吗 专精房地产贷款买卖 个性大度的Michelle Wong 经得起您的考验 有了Michelle Wong 就有专业团队的经营和管理 就有超低的利率 就有财富的累积 就有了圆满的美国梦 408 203 2362 或上专业网站 www.bestinvest123.com Michelle Wong完美的服务最佳的选择 江宇应教授把儿女送入长春藤大学 又创办长春藤指导 将自己多年的入学辅导知识和经验 帮助了很多华人子女 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名校 长春藤指导的SAT奇遇突击法 神速突破SAT 使学生的SAT成绩猛增300分 长春藤指导负责大学申请的全部过程 江教授是美国国家大学 入学辅导委员会资深会员 也是美国大学董事会的SAT 作为乐卷人 要进长春藤 请找江教授 408-891-7668-891-7668 美国中文投资网 龙年新年成功登陆美国资本市场 代号CIIX 最新推出VIP人工智慧信号 结合华尔街大师江恩 和波浪理论精髓 24小时6天服务 欢迎SVC听众拨打热线 以800-958-8561 以800-958-8561 您可以验证三只股票 看信号是否准确 网址www.chinesefn.com Fortune地产贷款 资深broker Alice Liu和麦克苏 信誉卓越 诚信敬业 高效热情客户第一 专精学区一流 房屋宽心 价格合理的 San Ramon Dublin Pleasanton 东湾亚裔业绩地一名 请致电408-215-888-3 408-215-888-3 925-319-7888 Alice Liu 麦克苏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Michelle 你好 嗨 你好 周乐 我们知道在Operation Twist 已经在六月底就要结束 Operation Twist是联储局 它要卖短买长 所以在过去一阵子 是长期的利息比较好 但是最近的情况 有一点变化 反而短期的利息比较好 那所以我们就说 Never fight with the trend 什么好我们就go for 短期的利息 所以我们来听听看 这个短期的利息 虽然好 它是怎么样做成的 它的机制是怎么样 好的 现在短期利息是非常的好 比如说五年 可能分明的五年是2.5 这个利息只是在 2011年短暂的出现了一下 然后七年可以做到2.875 也是非常短暂的 去年出现了一下 今年在你看我们 在1月30号左右 10年公债这么低 然后银行都没有 promote短期利息 但现在开始了 为什么是这样的话 因为在30年利息好的后 15年利息好的时候 银行一定要花精力 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银行的财力 物力和system是有限制的 它必定是在一定的时间 去promote一个product 比如说长期利息 长期利息来一次 好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短期利息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好调整的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讯息 是的 所以的话虽然在前段时间 在15年30年 3.125和3.75的时候 短期利息是什么样的呢 短期利息五年 肯分明的 那个时候将近是3.75 但是目前长期利息升上去了 可是短期利息呢 去到了2.5 非常非常好 很难得 OK 现在银行都是在promote 这些短期的利息 那我们也要看到 他的一个人他要怎么样 才能够qualify短期的利息 比如说五年 五年他真正来qualify一个人 是背上什么样的条件 对五年的利息呢 其实就是说 我觉得是说 我们现在借钱的人呢 看看要不要选择五年 还是长期的 我觉得如果比如说 您还不知道 自己在这个房子里 想住多久 如果比如说 没有说超过10年以上的打算 我觉得可以选择短期利息 短期利息 比如像好像我们在西谷湾区的人 就是家庭 他的组织会有一点改变 比如说要生小孩了 要结婚了 就是自己的身份 要改变的的时候 都很少说 我在这个房子里 一住就住一辈子 不太容易 很难 每多少年就会换一次房子 我觉得7年 10年换一次房子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比如说 你有养家来讲的话 然后比如说有小孩了 一开始住的时候 没有考虑学区 然后下一个房子 财力物力都够了 然后有小孩就要考虑学期 所以换屋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在这种原则之下 加上长期的利息又比较高 所以it make a lot of sense 来做一个短期的利息 短期利息呢 带来的saving是非常大的 我来举个例子 假如您是个50万的long 假如说是30年的利息 3.875 然后短期利息 因为50万是一个 张博肯佛名嘛 对 5年的话是2.875 那相差呢 有一个百分点 差一个分点 对 在50万中一个百分点呢 就是5000块钱一年 哇 对 那您的saving呢 就是5000块钱 几乎500块钱 一个月的difference 是这样 然后的话 这5000块钱呢 如果您想 比如说 哎呀 我想把它投资在这个 房地产中 也是个好主意 因为你把5000块钱 投到这个贷款里头之后呢 就等于把您的本金缩短了 这样的话 在滚利的情况下呢 那您的利息就越来越小 然后这个loan呢 也可以提前付清 所以5000块钱一年 那5年呢 还是不少的呢 哦 就是啊 就25000块钱了 可不怎么定 是25000块钱不好挣的 对对对 可是我是不是听说 5年的这种adjustable 就是前5年固定的这种 真正要qualify 不是按照5 不是按照这个 给你的这个rate 是的 因为5年固定的利息呢 就是risk相对来讲大一点 所以的话 他会在就是给您的利息之后呢 再加两个百分点 比如说2.5 真正qualification呢 用的是4.5 这样的银行呢 就比较安全 就在5年之后呢 您加一个margin呢 也不会default 原来如此 对 刚好你讲到这就是正到点上 加一个margin了 等等 比如说头5年固定 要是这个人 他决定要在屋子里面住 7年后8年 他想到了第6年 我怎么办呢 这个adjustable的rate 他会怎么样调 会比一跳跳的屋顶上去 这是一个very good question 事实上很多客人 做5年的时候 都会有这种concer 然后呢 我去给您讲一下 5年是怎么样的 短期利息呢 是怎么样去adjust 一般来讲呢 短期利息adjust 是based on525 这个原则 525 是 这是什么一个logic 对 5呢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5呢 就是说您这个好 您这个贷款5年做完了 第60个月开始 然后呢 最多最多 只能上调到 加5个percent 就假如说吧 您的利率现在是2.5 那您到第60个月的时候 最多只能调到7.5 不管当时market是10啊12啊 您都是最高调到7.5 最有一个屋顶的限制 对 那Michelle您说 提高最多不超过5的话 是 那这个5是rate的5 还是payment的5个percent 是rate的5 就是2.5加上5percent 就是7.5 7.5 最多最多第一年不能超过7.5 然后的话 第二个2是什么意思呢 2就是说 如果您第一年没有调到 就是没有调到5 比如说第一年调到3.125 那您呢 以后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最多呢 只能调2 就是3.125加2 是5.125 就这样调下去 这样听起来 5年的贷款 如果想到5年以后 利息是缓慢上涨的的话 对自己也吃亏并不大 还好了 其实我觉得 因为是有个cap 然后最后一个5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loan 是有30年的lifetime 在这30年中 最高最高 您也只能涨到5% 就是说最高这个利率呢 假如说是2.5的话 最高也就到7.5 所以的话 第一个5 就是第一次涨 它涨最高是5% 2呢 就是以后每年最多2 然后最后呢 还有个封顶 就是5 所以的话 最高 如果是2.5的利息呢 最多不会超过7.5 OK 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利息 就像刚才您在第一段 报告的这些利息 都是based on no point no fee的吗 是的 based on no point no fee的 因为这个loan呢 是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 比如说loan to value啊 不一样 credit score不一样 同时呢 就是说debt to income ratio 也不一样 所以的话呢 是有不同的 这个一个snapshot 就是给您做个reference 您看了以后呢 可以打电话 打电话问我 您的具体情况 是什么样的 好 那Bay Home Financial 还有Comfort Home的broker 再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 就会告诉大家 在我们Silicon Valley 现在买屋等于抢屋 是 好像是卖方都很高兴 但是买方 还有代理买方的这些agent呢 也都是要很有经验 才能抢得到屋 但是自己 左口袋是real estate 右口袋就是loan 这两个要搭配好 才能够万无一失 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尽量工商资讯 就告诉您 Purchase的loan 到底它的机制 是怎么样 才会对自己有利 马上回来 昌星珠宝名赚总会 昌星每刻针时 都经严格挑选 相公细致 恒酒珍贵 散发璀璨光芒 凝聚醉人魅力 昌星代理世界顶级珠宝 Hearts on Fire Roberta Coin Mikimoto 肖邦 伯爵 宝格丽 庆祝每个难忘的日子 要挑选最称心 完美的礼物 昌星珠宝是您的首选 圣河西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及Mupitas环球广场 查询请电408-983-2688 Frank Liu 加州第一 全美第一 26年房地产专家 经验丰富 业务范围包括住宅 商业地产 短售屋 把拍屋 EB5 国内及境外投资人士 需要咨询 请致电Frank Liu 408-313-2688 预约一对一面谈 或电邮至 Frank.Liu88 at Yahoo.com Frank Liu 祝愿大家假期愉快 和家平安 位于南湾的安治中医院 为了帮助湾区居民 提高自身免疫功能 推广健身的运动 达到第三医学理念 就是自己的身体 自己管理 将继续 免费开办 由上海郭林心气功协会 副会长 陈菊芳医师 传授的郭林心气功课程 此功法对于放射 或者是化学治疗术后 癌症病人的康复 以及治疗花粉症 呼吸系统等多种慢性病 均有特效 预知免费课程般详情 请电安治中医院 408-213-2928 408-213-292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所以Michelle 现在在西谷湾区 某一些城市买房子 就等于抢房子 您有一个形容词 来形容现在的 房地产的市场 我觉得目前的 房地产市场 我用三个字形容 就是hot hot and hot 这个是热 热 热 那我说是辣辣辣 辣的是卖方 苦的是买方 是这样的 现在的大部分 房地产的在湾区来讲 很多情况下是 cash offer 然后是multiple offers 然后有multiple offers 情况很自然 就是一定会买价 是一定有超过卖价的 所以的话就是非常hot OK 这个不管是买方 当然要prequalify 是 那您是一个卖方的话 这么多offer放在这边 就像我面前的纸 你要挑哪个条件好 肯定是要挑cash buyer 或者是已经被prequalify loan的人 对 所以这个步骤是不可以减少的 一定 一定 一定是一个must 要做的事情 而且呢 作为一个做prequalification的过程 其实是对自己的经济状况 然后借贷能力 也是一个评估 这样的话 如果您比如说找一个loan agent experience loan agent的话 跟他坐在一起 考虑一下您自己借贷能力 非常非常关键 像比如说吧 我们有一些 就是我们中国人的 Asian来讲的话 就是说比较省吃俭用了 假如说 您可能自己再不了解 可能再不了解 就是这个mortgage市场 怎么运作的情况下呢 比如说你赚了一万块钱 说那我自己花两千块钱 我还有八千块钱可以使用 我能带好多钱呢 买个百万豪宅 但事实上呢 不是这样work的 这是误解 是误解 是误解 确实是 因为呢 确实有个debt to income ratio的问题 DTI 对 那您就是说一万块钱呢 大概是45%呢 可以用作房地产投资 就是4500块钱 然后在这4500块钱中呢 您还要减去房地产地税 然后减去您的那个 减去保险 然后再减去比如说其他的贷款 就是car loan啊 学生贷款啊 所以这个DTI不只是real estate的贷款 还包括自己全部的债务 是的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非常关键 这样一算下来呢 然后您真正看 比如说欧海还3000块钱 我能贷多少钱的款 如果有这些 倒算法 对倒算 有了这些武装 您呢 您才知道自己 就是真正的qualification是多少 是买什么样的房子 有地方是 寻找自己的房子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才有意义 要不然的话 您看了一个 真的是很好的房子 真正去购买的时候呢 然后就不qualify 其实真的是浪费您的时间 不切实际 不切实际 对 那关于首款的方面呢 对 当payment呢 其实在prequalification的时候呢 也是蛮重要的 比如说我会问您要 比如说您的 thank statement 让我看一下 为什么这么说呢 见真章了 对 看见钱以后 因为就是说您在出offer的时候呢 也就在七天之内呢 您也是要给listing agent 对方呢 就是您的当payment的情况 要给他看你 到底有没有这个 证明 对 有没有这个钱 然后如果没有这个钱的话 那您这offer也是拿不到的 然后的话 现在作为卖家来讲呢 也是喜欢看见当payment 稍微多一点的 为什么这样呢 比如说您的房价 现在我们刚才说的吧 都是抢上去的 那您前一个房子 可能卖了个50万 那您现在房子卖了个55万 但银行真正做评估的时候 可能评不到55万 说实在话 因为要根据周围的卖家来评估嘛 这样的话呢 如果您有多的当payment的话 那我们就不怕这个value不够了 因为就可以等于是多放一点当payment的话 就没问题了 哦明白 那关于这个刚才提到了bank statement 我们要挑一个怎么样的 从卖方还有从银行的角度 他要看到什么样的当payment 他才觉得放心呢 就是从卖方来讲呢 相对来讲看到25%以上的会放心一点 所以的话假如说您的 比如说您有钱呢 或者是父母呀 愿意赞助您点钱呢 那就是不妨呢 把钱早点拿过来 多早 早一点拿过来呢 大概两个月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很solid 这样的话买房呢 就非常有帮助 所以这个bank statement 这个bank account里面 也要干干净净的 不要看到很多钱 进进出出 对不要大笔的出 然后呢 也不要大笔的进 那您就超过两三千块钱进的话 银行就说 这个都算大笔了 对三千块钱以上 就是大笔钱了 然后呢 如果您要是有买房子准备呢 比如说先把钱呢 就是放到银行账户里 两个月之后呢 就非常好了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问题了 然后的话另外来讲呢 可以set up一个separate account 单独的 account 这样的话就很干净 就没有问题 我十分明白 对 要不然的话 真的问起来 有时候很痛苦的 很难解释 解释 能解释 有时候比如说生意上的 跟这个私人的放在一起啊 或者是说进进出出 有时候我们比如说 家里给了一个 过年的时候 给了一笔钱呢 然后你就没有办法跟他们解释 他们不太懂 为什么会给你一笔钱呢 所以的话就是干净一点 就是保持一个非常clean的 这样比较好 对 那Michelle关于precall里面 在信用分数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是 虽然说我们中国人都很care自己的信用 可是有的时候是一种意外的发生 比如说去旅行了 忘记付payment了 这个也会造成自己变成是一个受害者 credit score到底要到什么样的条件 银行才会高看我们 740分 740分以上的话 对 非常好处 但是740分以下呢 就会有一点困难 因为假如说 假如说举个例子 一个50万的loan 740分和720分呢 一般来讲能够差0.25 这么多啊 对 这0.25呢 变成钱呢 就是1250块钱 所以是蛮多的了 然后的话像 如果即算 或者会不会变成 单纯的一个loan 变成要impact account 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 对有可能 然后另外来讲呢 比如说及早发现是 credit score并不是很理想的话 也可以继续去补救 修修补补 对可以的 像我有个客人呢 他的一个非常 因为刚刚买了一个房子 他就是 一个很小的一个department的 一个credit card没付 那对他damage蛮大 但是我就帮他补回来了 因为就等于是说 跟就是想办法 然后把这个bring up这个score 所以就很高兴 那当然了 是很重要的 能够修补这种 一次突然发生的 这种late play的情况 这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所以的话如果您要是说 不确定自己的信用分数啊 想查一下的话呢 在purchase loan的时候呢 也可以就做一下这个 credit score的checking 然后呢发现了问题 急之补救 还有关于现在可能很多朋友们 都会收到银行主动送给自己 pre-approved credit card 这个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分数 如果您用了这个credit card的话呢 有可能会影响您的信用分数 slightly 往下会调一点 一点点 好我们现在利用这个 有限的时间来讲一讲 现在政府更愿意来帮助这个房子 已经underwater的朋友 有一个harp2的推行 这个要怎么样的人才能够受贿 对 其实Fendi妹和Ferdimax 上个星期推出了这个harp2的program 非常好 对于我们比如说 不信underwater的一些朋友们呢 就很有帮助 比如说您的房子 就什么叫underwater 我想大家都是知道了 但再就简单说一下 假如说房子是50万 但是贷款呢 已经是70万了 那就是很不信 就是underwater 然后这种如果是您的房子 如果您的贷款呢 是5月31号2009以前 卖给Fendi妹和Ferdimax的 这种房子有可能接受 harp2的这个program 然后另外来讲呢 这个非常advantage 很多advantage 比如说如果是自住房 或者是second home的话呢 是unlimited LTV CLTV 所以非常好 所以说appraisal 就不一定要做了 exactly appraisal呢 很多情况下是wave掉的 不需要做appraisal OK 好 非常好 那关于我们要讲到harp2 我相信很多观众 投资朋友里面 他的房子都是underwater了 那现在harp2 也许对您就会有到帮助 如果在这方面 你有任何的问题 请直接联络Michelle王 Michelle她今天是我们的嘉宾 她是bay home financial 还有comfort home的broker Michelle王 非常感谢你 谢谢周乐 非常感谢 希望接到您的电话 是的 听众朋友上半场节目结束 感谢您的收听 进一段工商资讯 马上回来 您有私人医生 您有私人律师 但是您有私人专业房地产 及贷款的经纪人吗 专精房地产贷款买卖 个性大度的Michelle王 经得起您的考验 有了Michelle王 就有专业团队的经营和管理 就有超低的利率 就有财富的累积 就有了圆满的美国梦 408 203 2362 或上专业网站 www.bestinvest123.com Michelle王 完美的服务 最佳的选择 买卖房产是大多数人 一生最大的投资决定 找一个不仅了解房产市场 也熟知金融投资市场的顾问 来帮助您把握市场动态 做一个最佳房产投资决策 才是个明智的选择 Sophie Shen是极少数 拥有注册金融分析师 资职的房产经济 精通房地产贷款和金融行业 各种类别及情况 及信心 经验 诚信 耐心于一身 请与Sophie Shen联络 电话408 799 2558 或查阅Sophie的 Silicon Valley Housing Post.com 是因为You deserve the best 妈最近长腰三倍痛耶 妈 不然我们就出去 走一走动一动吧 好啊 去哪儿啊 世界日报要在 Cupertino One Ray Park 举办母亲节运游会 有免费议诊和讲座 上百座位可以逛哦 现场有创意料理大赛 点好报上的抽奖券 还可以抽机票 还有限量礼不待 我们要早点去排队 5月12、13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 世界日报母亲节运游会 爱我妈妈影像健康 活动专线650-692-9936 东豪理财是美国 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 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 为个人和公司制作 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风险、税收、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 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便诧询 408-689-2509 网址www.askdz.com askdz 好消息 好消息 金钻子贷款公司 全新推出 Super Jumbo Loan的最低利息 只要符合两个条件 最高Long to Value可达80% 最高可贷300万 全加州均可 30年固定4.375 头10年固定3.75 头7年固定3.25 头5年固定3.0 天上掉下大馅饼 聪明人一定要抓紧 请速电510-353-0855 510-353-0855 或gingerlong.com查询 坐稳咯 准备加入爱车一族 欢迎收听旗鼓华人电台 爱车一族的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瑶瑶 今天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爱车达人 888万里行 汽车公司的总裁 玛丽亚 从上一次节目到现在 都留在原地 都没有动过 玛丽亚 我还在这里 各位听众朋友 欢迎您来到爱车一族 真的辛苦您了 为了要跟我们大家来介绍 宝石节911的故事 是不是 是啊 50年的历史 用这个30分钟 要把它讲完 是绝对没有办法的 就算这个50分钟 也讲不完 所以呢 我在留在原地 继续为大家介绍 是 我们很快跟大家 回顾一下 这个很不幸的 一个消息呢 就是在4月5号的时候 这位伟大的设计师啊 Fredina Alexandre Porsche呢 就盟主宠招了 是吧 是的 他在 这是 德年76岁的时候 因病 此事 是4月5号 离开我们的 嗯 这个 回想当年啊 他在25岁的时候 就设计出了 第一台的 宝石节911啊 一直到他 离开人世的这一年 他只是一生 50年都在做设计的工作啊 他设计的东西呢 不是只有宝石节而已哦 他有设计手表 这个 眼镜 这个 衣物 还有呢 甚至于到 这个 帆船 当然汽车是 最有名的了 都在他的 这个Porsche Design 公司的名下 所以他 把他自己的才能 发挥到极致 而没有浪费在别的地方 尤其是他设计出来 这个气冷室 这个Air Cool Engine 从1963年 一直到 1997年 哇不得了啊 这是 34个年头 是的 这中间呢 虽然经历过 我们数不清次的小拉皮 对不对 可是他依然是建立在 这一个 非常Classic的 车型 的platform下面 那么一直到了 1994年到97年 这块 993 对不对 是的 听说是他的末代 气冷室引擎 正式走入历史啊 这么 1998年呢 这个996 Siri的 911 正式上市 全新的改款 终于改成这个 水冷室引擎了 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是的 气冷室引擎 经过 34年的 这个历史啊 最后呢 他们replace by这个 全新的水冷式的英俊 那么他就叫做996 那这个车子呢 他真的是一个 对Push来讲 是一个大大的跳跃 因为呢 他的车身的设计呢 从流线呢 再加上了更多的 这种就是时尚 所以呢 很多人针对这一款车子呢 就是996呢 都是梦寐以求 几乎呢 念念不忘了 一打电话 哎呦 我要个996啊 这样子 这个996呢 到了99年的时候啊 这个又有一个叫GT3啊 越是把这个996 推向这种 超级high performance car 对不对 然后在2001年呢 更是把一个 turbo engine 也塞进996里面 996 turbo啊 这个太厉害 0到100公里啊 这个只要3.8秒 就可以完成了 是吧 是的 他现在把这个速度呢 已经发展到极致了 有了turbo的engine之后呢 他变成一个 就是世纪之星啊 嗯 这个时间呢 到了2005年啊 997诞生了 这一次拉皮也算是中大型的拉皮 对不对 没错 因为他bumper上头啊 还有他的车身的侧面啊 就是说修改 但是他的chasey部分呢 没有什么改动 如果说我们在马路上看到这个 porsche在跑的最多的话 我们就看到的就是991的 对不对 从2005年到2011年的这个款式 没错 在997系列里面呢 也可以找到各种不同的model 对不对 从997的turbo 997的gt3 gt3rs gt2 gt2rs 还有4wheel drive 不要忘了 哦对 还有9974 我们也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稍微跟大家来解说一下 好不好 虽然大家知道911啊 这就是一个通称而已啊 可是呢 这个对于porsche名义来讲 每一个编号啊 每一个数字啊 每一个英文字 它都有不同的意义 对不对 对 那我们请Maria跟我们讲一下 好不好 从Carrera最基本的一个款呢 那我们还会有什么样的变种 Carrera之后呢 就是Carrera S 所以大家在路上看到 后面加个S的时候 它这样写的这个歪歪的 然后一撇拉过来 你就知道那个S要多 差不多一两万块钱 美金哦 多那个S就要多一两万块钱 三万块美金就对了 因为S model的话 表示它的马力多了 50个horsepower 而且呢 它的很多的配备呢 也会跟得就高级起来 整个动力套件套装都不一样 对 对对 那然后如果再加个四呢 的话 那就更不得了了 表示它是all wheel drive的 四轮驱动 那也就是说呢 它这个在雪地里头开起来呢 也是非常的安稳的 而且呢 它是这个有一个叫 Porsche Traction Management 这个System在里面呢 它可以是一个 Clutch Based System 它会让这个Torque呢 和这个会友都 绝对不会有这种Sleep 就是不会大滑 那你知道开跑车啊 如果要开得好 然后开得快的时候呢 最怕就是停不下来 或停下来呢 歪七扭八的 那就太丢脸了 那么在这种前提下呢 这个又多了好几万块钱 那再来呢 哇 要更快一点呢 那就要进入到Turbo了 哇 所以在这个后面 就会看到什么 写个911 Turbo 是不是 那你就要更尊敬它一些了 那这个Turbo 可能要多了两三万块钱了 不是一两万了 那一旦进入Turbo的时候呢 这个车子通常都已经超过十万块钱 因为它是Twin Turbo 这个价钱是在美国买十万块 到了台湾 那更是Double了 那绝对的 那这个台湾这种都是上千万的车子了 那么在这个Turbo系列里头呢 就是说 它又分成Cabriolet Cabriolet的意思就是说敞篷 那你很明显可以看到那个篷子呢 就是是打开的 或者是可以打开 而它是关起来的 那这是Cabriolet 而且它都是软篷 它没有硬篷 那在这样的前提下呢 就是所以最帅的 就是Cabriolet 然后Turbo Full S 这个高级标准车了 那么它还有一款叫Taga 刚刚我们介绍 我们在前一个节目里头介绍过 这是一个意大利的名词 就是说这款车子呢 它稍微比较舒服一点 它比较讲究 就是也许没有那么快 因为它比较重 重呢 它的那个底盘的钢板比较多 那它也就比较呢 舒服 Comfortable wise呢 会比较好 所以Taga呢 就是在造型上 跟它们多多少少 有一点不一样 看起来比较朴实 对不对 没错 如果你要开一个这个Porsche 9114每一天 daily use的话 很多人就选择Taga 是的 它可以成为一个交通工具 那么不会呢 很帮批 你也不是天天要赛车的时候呢 那么可以用这个 那Taga又分成Taga S Taga的那个敞篷 还有呢 就是这个Taga的这个Turbo 这样子 除了这几款比较 我们一般在路上看到的话 接下来就是属于这种赛车等级的 对不对 对 那它就叫做GT了 GT又分GT2 还有GT3 那GT系列呢 它们讲究的就是快速 它的Top Speed呢 有的时候可以达到 就是193麦 你看它这个跑得 可以到这么高的速度 超过300公里的 对310公里 0到100呢 只要3.9秒 这是在那个年代 997的年代 GT2 GT3 它们同时还有RS系列 哎呦 这个是GT后面 好像是数字 会不会太长一串 对呀 这个就是说 它是比较轻的 Fly Wheel 然后呢 它的这个 Closer的Gearations呢 它可以Improve 它的Response 在它这个加速的时候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RS 是就要尊敬的 再加一几了 就是整个90度鞠躬就对了 对 所以呢 我们现在在路上 看到一些这些车子的时候 你可以马上认出来说 啊 我看过 不会太confused 然后对于它们的尊敬度呢 你也可以稍稍的有一些了解 总而言之呢 就是Push 911的这款车子呢 它是叫做眼花缭乱 然后呢 再来就是望尘莫迹 反正你是追不上的 除非呢 下定决心去拥有一辆 那就有不同的境界了 想要享受快感 开跑车的人里面 还有分很多不同的 Personality 对不对 就是照着自己的性格呢 去找到一部 最适合你的911啊 不过这个很厉害的是 在2010年的这个911S 后面写了一个Turbo 后面再加一个S呢 已经可以制造出 0到60是2.7秒的记录啊 这会不会太吓人了 没办法 就是有人要吓别人啊 所以呢 如果人家16夜的 跑掉的时候 你就记得 我至少听过 爱车一族告诉我 他们就是这样的 是是是 不过这个东西啊 好像是有一个Trick啊 也就是它只有Porsche上面 发展出了一种叫做 PDK的系统啊 这是什么系统 这个系统呢 可是特别了 那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呢 再来念给大家听 它的德文叫什么 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它真正的用意是什么 好 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卖冠子 说定我们下一段的 爱车一族 汽车摩擦碰撞准办 888的板金修户 做工完美 保险理赔 行动迅速 汽车是消耗品 需要维修 888的定期保养 计划最周全 买新车时要卖旧车 888的新旧车买卖 本能一次搞定 价格公道 服务忠诚 是888创业的终止 板金维修 定期保养 新旧车买卖 就找888万里行 汽车公司的两个location 性恰408-288-9888 李俊哲牙医博士 是湾区唯一拥有 直牙假牙 两个专科学位的 直牙权威 李医师担任 NYU直牙专科副教授 教导世界最新直牙技术 李医师也是 假牙美容专家 诊所特赦一般牙科门诊 维护您全家牙齿的健康 李医师定期举办 免费直牙假牙美容讲座 参加讲座者 赠送500元优惠券 欢迎电话报名 李俊哲直牙假牙专科 位于Sunnyville Costco附近 诊所电话408-830-0123 本节目由Para Capital Management赞助播出 负得资金管理公司 电话650-968-2682 网址www.parahcapital.com 以德致富 慈善为怀 Rebecca Lee卖屋就是棒 Saratooga Cupertino West San Jose 房屋全部抄价成交 Rebecca Lee买屋卖屋超棒啊 408-720-6800 408-720-6800 听说最近房屋贷款利息又降了 我也想重新贷款耶 诶 Robert 重新贷款会不会很麻烦啊 不会的 我刚刚才做完refinance 每个月可以省很多呢 虽然现在银行比以前要的文件多了些 但我的贷款经纪City刘或是Andrew B 在一开始就想到了 不但替我拿到很好的利率 整个过程也非常顺利 连最后的签名都是在我家里做的 他们公司还帮我规划如何投资地产 而且还有专职的CPA 替我解答税务上的问题 这完全是一条龙的服务啊 我用他们的服务已经快十年了 是绝对可以安心信赖的 哦 那太好了 这样一条龙的服务就是我想要的耶 怎么样联络他们呢 你可以联络City刘或是Andrew B 他们的电话也非常好寄哦 408-306-6688 408-306-6688 他们公司还有网站 www.longonetime.com 你也可以email到 info at longonetime.com OK 我马上就联络他们 坐稳咯 准备加入爱车一组 欢迎回到爱吃一组的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瑶瑶 我们正在能跟大家非常热血的来谈到的是 Porsche保时捷911 哇 这个一路啊 我们从上周介绍到这一周啊 从designer的风工伟业一直介绍到的第一款的1963年上市的Porsche 哇 终于在2011年 也就是现在我们2012年的款式的全新改款了是不是啊 是的 我们已经这个终于呢 经过50年我们来到了现代 最新的 哇 不得了 这个已经是高科技的产物啊 Porsche 911呢 一直是全世界人都知道 讲到跑车呢 第一款冒出来的呢 反正不是他就是法拉利的是不是 当然咯 刚刚在我们上一段节目最后呢 跟大家卖了一个关子啊 为什么要卖这个关子呢 因为呢 这样的一个最新的Transmission离合器的系统呢 广泛的被运用在最新的991 这叫做PDK是吧 是的 PDK呢 它是Porsche Double Coupling的一个简称 那么听起来很奇怪 但是呢 其实这个设计啊 已经行之有年 但是呢 真正能够应用到车子上 而且是广泛的应用呢 那么是今年在这个新的2012的991的这个车款上 仍然叫911 但是它叫991的model呢 它有一个7-speed PDK 那PDK呢 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终极目标呢 就是让车子跑得快 而且smooth 但是怎么设计呢 它非常的有趣 它叫做Double Clutch 所以呢 它是Double Coupling 意思就是说双离合器的系统是吧 是的 其实我们稍微研究车子一点 这个市面上啊 所谓的超级跑车 对不对 很多都是配备的这种双离合器的系统 包括全世界跑的这一块的车 Bogatti 没错 那么这个一百多万的跑车呢 装上这个 那十万多的跑车呢 也装上这个的话呢 那当然就非同小可了 所以这个Double Clutch的目的呢 既然是跑得快 那么就是说 除了引擎要好之外呢 它这个转动的速度 带动轮子的速度呢 也必须能够跟得上 所以呢 它就取用它这个 即是这样的一个特色 它把它做成两个半圆形的 弧状的半个齿轮箱 一个Clutch 然后另外半个齿轮箱 再有另外一个Clutch 这个Clutch切近的时候呢 下面一个Clutch已经在等待 所以它不需要一个Clutch 一个Clutch的换 它是半个半个在这样换 所以就让它的速度呢 没有间歇性的可以加速过去 那我们在它的这个 就是终极目标上呢 可以完全的实现 就是加速者呢 想要将车子开得极快的时候 那么它就可以完全的实现 它这个梦想 而且它是七速的这个PDK 实际上从一到六呢 它是Sports Ratio 可是它到第七速急速的时候呢 它第七个GIL呢 它是一个很长的Long Ratio 那让它呢 可以reduce它的Fuel Consumption 就是说引擎的转速 可以不要那么高 可是呢 它仍然可以让它的速度冲上去 所以呢 它有这个非常独特的设计 让这个就是喜爱开快车的人 在它要享受的时候呢 它能够得到这样的目的 这就让我想到一个画面啊 就好像我们在唱歌 每次唱歌的时候 我们会换气 结果呢 你看那些很厉害的Saxophone Player 他们在吹那个Saxophone的时候啊 他们可以啊 在吐气的同时还可以吸气 让你把换气的时间呢 减少到你根本就听不出来 它在换气 这是同样的意思是不是 是的 但是这个技术啊 和这个人是可以来做啊 可是你要让机器来做的话呢 那真的是一个非常精密的设计了 所以呢 能够广泛的来使用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好 我们现在竟然呢 已经晋升到最新一代的 这个911啊 2012年的是不是 赶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个在2012年的Porsche 911呢 是不是也依然有非常繁复的 这个model的选择 是的 在我们北美洲呢 有18款 好 那这个18款呢 而且款款精彩啊 款款特殊 那么每一个都是经典之作 这个欧洲呢 有20款 就是所谓的RS啊 这个他们在那边都有的 我们在美洲呢 是看不到 因为它的马力已经太大了 实际上 美国的标准 永远是全世界最严格的是吧 没错 那么这个emission上头 它没有办法达到美国的标准 所以没有办法进入 美国来卖啊 那但是在欧洲的话呢 他们仍然是非常受欢迎的 很快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它也是Joy Carrera 然后呢 这个车子是350个horsepower 那价位大概是82,000左右 它0到60呢 是4.6秒 这其实非常快了 这是它的基本款而已啊 啊 这是最慢的 它的急速呢 是179mph 不过这我已经满足了 而且只要82,000耶 譬如说像CAMEN 一步买买下来也要差不多六七万啊 差不多最后也要8万多 因为它总有一些option让你去加嘛 你知道买push车子 你甚至于在你那个座椅上 如果有一个那个袖着push的那个标志的那个图案 那个都要加好几百块钱的耶 哎呦 before我介绍到下一辆车呢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在这款车上呢 我们是不会讨论它的耗油量的 也就是它的fewer consumption呢 它都叫做to be determined 就是说现在不告诉你的 因为一个garden跑多少mine呢 那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我们都不会给大家介绍这个 刚刚介绍过这个911 Carrera 那Carrera S呢 它就到了400个horsepower了 然后呢 它的这个top track speed呢 是188mile per hour 要记得这个叫track speed 不是在马路上走的 是在这个跑道上跑 那它0到60呢 是4.3秒 比刚刚进步了3秒 那但是呢 价钱要到96,400 所以呢 差不多就多了14,000块钱 不过我要先讲一下 新一代的其实外型 我说实在真的 它每次的改款呢 虽然我们知道是全新改款 对我们一般老百姓来说 它还是只是仅限于拉皮 因为它保有的这个非常非常浓厚 原来就应该要呈现出来的样子 那这一次的话就是 我觉得当然油线感是更多了 但是其实这一款呢 是你如果去到内装 你看就几乎是完全改掉了 还有呢 它的引擎也是完全改掉 对不对 在这个内装部分呢 它跟上一代的这个 或许呢 实在是有了一个天壤之别 因为呢 它们现在已经讲究 就是要很精致之外呢 还要很空间 很宽敞 而且呢 设计要很优雅 所以它把中间的那个 就是console的部分呢 做成比较流线的设计 然后加上了很多的这个按钮 哎呦 这点真的是差很多 我记得上一代91哦 我们那时候还在拍爱车一组电视版的时候 我印象非常深刻 让我感觉它就是还是一个跑车 里面整个的内装功能呢 都是蛮基本的 你也知道真的做到那种超级跑车里面 是可能连音响都不给你听的 因为它认为最好听的声音就是隐形的声音 对不对 是的 可是我一看到这个全新的91里面哦 我吓一跳 我以为我做到它的那款这个四门coup里头了 没有错 叫做Panamera 哎 这个车其实基本上是一台轿车 而且它里面就是要强调就是luxury 豪华 我怎么感觉有这个味道啊 呃 这没有办法 因为当你花钱花到这样的数字的时候呢 你当然会觉得说应该有一些 呃 就是豪华感在里头啊 那当然这也是托许它越来越在它的内部呢 给大家呃 就是一些就是基本的呃 让坐在里面的感觉呢 呃 要有豪华 instead的只是跑车而已了 整个的呃 皮质的这种设计啊 也是呃 非常之高级 讲到皮质这个就是一贯的 它的那种米色的啊 标准的缝线皮是还是呈现在在里面 不过多了很多什么 多了很多那种铝制的感觉的 编条有没有 对啊 不管是在你的扶手啦 在各方面让你感觉就是更加的 有设计感 质感在里头 一点没错 在我看来就是说 这也是因跟上时代的一个表征哈 那当然消费者在选择呃 花他们的这一笔钱的时候呢 他也要看看呃 值不值得 那么当整个世界的潮流脉动呢 都是趋向于越来越豪华的时候 而他如果仍然停留在远古阶段的话 那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因应这个时代的潮流 而争取到消费者的青睐 呃 我自己真的是可以看到 迫许在他们这个设计上的用心啊 还有哪一些model 我们广告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8种选项里面 我们只讲了三种好的 Carrera不过瘾呢 我们把这个车艇拿掉吧 我们来开开敞篷的 那是最过瘾的了 Carrera的Carrer Lake Carrer Lake呢 它也是350匹马力 在这个7400转的时候 0到60呢 是4.8秒 稍微慢了一点 因为它没有屋顶 所以风阻比较大 它的价钱差不多93700左右 所以并不是特别的贵 那么Carrera S呢 就要到超过10万块钱了 那它的引擎也是400个horsepower 然后呢 它是4.4秒 再来呢 我们就介绍四轮驱动了 就是Carrera 4 它呢 只有345个horsepower 然后呢 4.8秒 是从0到60 因为它是四轮驱动 那这个车子是85400 所以价钱也不是太贵 那再来就是Carrera 4 S了 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过 你看到这些数字越来越多 越来越复杂的时候 就知道它的价位越来越高 那它用的引擎呢 只有385个horsepower 然后呢 是4.5秒 是0到60 急速呢 是185mile per hour 而它的这个 就是价钱是98300 因为它是四轮驱动 加上S 再来呢 就是GTS了 GTS这个车子呢 它是408个horsepower 哎呀 就是讲到GTS开始 我们这鞠躬的那个角度 越来越弯下去了 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它在这个top rack speed 可以到190mile per hour 哇 想想看 那快跟火车一样 但还是子弹型火车哦 快跟高铁一样快了 那0到60呢 它是4.4秒 然后呢 价位是103100块 刚刚你们发现 前面呢 它不告诉油耗 它现在开始告诉你油耗了 因为呢 这种车子呢 它们都有那个PDK的这种设计 它最后它第七速的时候 它会有那个Fuel Consumption 所以会让它的那个 就是整个车子开起来呢 会比较省油 所以它可以把这个油耗 拿出来介绍 好 我们先来讲一下 刚刚我们有跟大家介绍 这是比较朴实的 不是让你是去乱标的 可以开的上下班的 这个叫做Targa系列 Targa系列呢 它就是有四轮驱动的 它0到60呢 是5.0 那你要记得 它是比较舒服 所以呢 就比较重 跑得比较慢一点 Speed是177mile per hour 也是够快的了 但是呢 就是在它里面呢 它算是比较慢的 那这个车子是93500 好 非常感谢Maria 在这两周非常辛苦的 我们介绍了这么详细 有关911的故事 相信大家对整个911的型号 它的发展的历史 还有呢 它的设计师 Ferdina Alexandra Porch 都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要听重播的 或是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 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 outofpeople.net 祝大家有一个平安喜乐夜晚 我们爱车一族 下次再会 拜拜 今晚 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情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